Hello 大家好 我现在在马来西亚的槟城 今天我们计划租一辆摩托车 然后绕着槟城 槟岛转一圈 这就是我们租的摩托车 这个摩托车呢 租一天的费用是35令吉 就差不多人民币50人民币左右 我们在一个印度人那个店铺里租的 他不按套路出牌 以往都是押护照 但是这次押的现金 所以说 我们又去旅馆里取了点现金 这会的话我们就准备出发了 带大家一块 我们去还一下冰岛 马来西亚的驾驶习惯和我们不太一样 这边是靠左行驶的 我们现在的话就去加油 路过一家这个什么椰子汁地儿吧 人还挺多的 好多人都在这买 我们就停下来搞一杯先 这边是价格 马币对人民币1比1.5 买了一个什么 这个椰子这个 六令吉9块钱 哦 这个加了冰淇淋和珍珠了 怪不得比其他的要贵一点点 真的不错 真的不错 我们到了加油站了 听说马来西亚加油特别便宜 看看这个油价 95的油 一升三块钱 他这个地方没有加油的给家 我们要先交钱 看看这样子 就是我们给了他钱之后就不管我们了 就直接直接加油去了 这个事情挺搞笑的 谈一下这个冰岛 所以说需要加点油 好 谢谢 谢谢 油不够吗 不是 他这个小哥说让我们加三块钱就够了 三块钱不够你再打 好好好 这华人小哥非常好 这个我们一开始不会操作 现在是不会操作 第一次在马来西亚办这种事情 堵车这个每条路都是堵车的一个状况 虽然它堵的不是很长 但是也挺烦的 这边的油价是真的便宜的 而且只卖95号 97号的油 95号的油才三人民币一升 哇天哪 这边的人骑摩托车都太猛了 我这个是对路况实在是不熟悉 我真的不敢提款 他们就搜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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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人都在超我们 您从这边城市率化挺好的 这是大楼 这个住宅楼啊 真的特别像国内那些楼 冰岛除了乔治桥那个地方 老城区 其他的地方都是这种现代化的城市 这边街道真的好干净啊 OK 骑了30公里左右 终于可以休息一下了 马来西亚这个路况真的是让人心惊胆 它所有的摩托车也要 汽车也要 开车都非常的快 可能他们对这里边比较熟悉 所以说就是很快一点 我们是因为游客嘛 也不熟悉路况 然后它还是靠左行驶 所以说就骑的很慢 冰城这边 除了它那个老城区啊 然后我们这一路 它都没有什么景点 全是一些城区 住宅楼 商场 工厂这些东西 然后到了现在这个位置 走了差不多 二三十公里 三十公里左右吧 才到了算是一个小营林 大家看 这个是一个中国寺庙 叫潭香寺 这个是一个清真寺 再往这走两步是一个教堂 然后那个是一个印度教的寺庙 看到没有 全世界四大宗教在这里啊 非常和睦相处啊 我们走近了 但是在现在不让近啊 都大门紧闭着 还想进去看看呢 看这个还是挺好看的 那边是教堂 我在地图上是看到的这个庙 蛇庙 是一个中式建筑 挺好看的 我们看看这里边有什么东西啊 两边也有一些小商铺 说明这边还是人多 看到没有 这里真的有蛇 但是看样子有点像标本了 然后这里又有警告 要触摸 后果自负 所以说我也拿不准是活的还是死的 这里有个柜子 然后我能确定这些肯定都是活的了 因为它用柜子装起来了 那里 然后还有什么玉米蛇 这里还有两条蟒蛇 但是这个蛇我是知道的 因为很多人拿着当宠物养 这个是没有毒的 而且性格比较温顺 它这边还提供 就是抱着那种大蟒蛇拍照的这种服务 就是拍张照多少钱 所以说这里有点像个什么蛇类的小博物馆 然后类似于这种东西了 但是它也是正经的一个寺庙 他们这个大街上也有这种非常老旧的公交车 看这个蓝色的这个 是铁皮 看到这个山了没有 我们就从这里开始 要进入冰岛的另一半了 翻过刚刚那个小泡泡 我们现在到了一个小镇子了 这边高楼大差就不多了 大部分都是屏幕房 还有这种木板的 找个地方喝点东西吧 有点渴了 又热又渴 下午的马来西亚真的是太热了 这边有个老茶室啊 华人开的叫美雅 感觉还不错 刚刚那个停业了 歇业了 找到了找到了 春心春心茶室 这个还在营业 这个茶室它也没有菜单 我们找老板问了一下 要了一个什么来着 咖啡 要了一杯咖啡 然后要了一个罗汉果 然后要了一个干炒的河粉 发现它这个墙上还有一些报纸啊 是中国报 上来了上来了 这个是罗汉果 然后这个是咖啡 感觉怎么样 好喝 真的好喝 咖啡的味道很明映 跟越南的驴肉咖啡很像 哦 罗汉果是那个润喉的 哎 罗汉果非常的棒 哦 这个也上来了 这个 哎 它这个河粉是黑色的那种 哦 还有 瘦肉猪肝 虾 哦 非常的丰富 哦 还有鲸鸡蛋 嗯 真好吃 很香 然后味道不是很重 刚刚吃的这个扯河粉啊 6码币 然后两杯饮料是3块6 非常的划算 喝完了冷饮我们继续出发 现在的话已经到了山的左侧了 然后这会儿的话天气不太好 阴天了 云的挺多 都是挺凉爽的 现在已经进入山区了 哇 这个太舒服了 这个弯 太好弯了 这一样弯我猜 这 这 太猛烂了 这边人这么标凯的吗 骑车 哦 看到大海了 哦 有点意思 有点意思 那没事不是下雨啊 不是吧 那是光透过云走 现在从山上下来了 这个冰岛的左侧 其实也有条主干道 但是呢 我们就走下边 走它这个乡村小道 看看这边 乡村是一个什么样的 其实你看它这个房子 和那个泰国农村的那个房子 挺像的 感觉这冰岛身上好不静的 和静真似的 很似的 是冰岛的学校 这个地方住的人 还是真的很舒服的 挺安静 是吧 交通也方便 在山里又不热 安定又好 不热情绪 还有鸟叫 回去买香蕉 回去买香蕉 猜猜价格 应该不贵 这个香蕉这么好 还有新疆的凤梨 来了来了 还有小香烟 还有莲雾 应该是干干菜的 我们买一个香蕉 买香蕉吧 买香蕉 7块5人民币 是吧 泰国的还要贴 嗯 泰国这种长的这种大香蕉 贵的 泰国这种大香蕉贵 但是它那个小粉椒也还可以 本地的比较老 嗯 就是看起来就是本地的 对啊 这些外面的水翁啊 那些木瓜 我们都是本地的 哦 这里全部都是本地的 哦 我们有看到那个凤梨的田 哦 这边全部本地的 这个香蕉全部本地的 哦 只有这些 我们国家没有 外面的国家才有 哦 这些是进口的 它稍微会贵一点 嗯 因为我们的钱 想拿外国的货就比较贵一点 哦 这些是哪些国家的 有的是中国的 哦 富士 有的是泰国的 嗯 这些都是中国你们讲 哦 这个都是中国的 哈密瓜 哈密瓜 这个是泰国的 哦 啊 这个哈也是本地的 哈 这个是以保佑 这个包开皮 香气扑鼻啊 甚至有果那个不是香蕉 它本身的味道有点 呃 说不出来 另一种 另一种水果的味道 换腾 嗯 嗯 好吃 真好吃 好凉事 哦 怪不得刚刚有这么多车过来 原来这边是一个小沙滩 北极的人来了一个小沙滩 我们在这看一下吧 看一下就走了 还有淡雨的 是不是下雨了 我刚刚说是不是下雨了 啊 是不是下了要下 我走 我走有点差呀 我不行 我再走走走 地方走一走吧 要不要走一走 走走走走 但是现在挺凉快的 这里呢 这里有点大 有没有感觉到空气的清新 一块水呢 爽 下了有不到10分钟吧 然后这个雨就小一点了 我们继续出发 冰岛中间热豆山啊 叫罗浮山 山的那边呢 就是城市区的工业城市这一块 然后这个山的左边这一片呢 就是这些农业啊 粮食落货啊 就是这个 这一片地方呢 它在地图上标着是一块稻田 但是现在没有稻子 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来对季节的话 这一块大片的稻田啊 它挺好看的 那边还有个白鹿 看到没有 那我们就返回了 返回了 走到主路上去了 这边路不太好走 打卡点 吃榴莲 割水稻 割水稻的季节是吃榴莲的 水稻榴莲 我想起了 小时候我们那里割水稻的季节是吃荔枝和龙烟的 这边衣服穿看到好多华文小区 下小山村 阿村里好美啊 太有feel了 就是今天天气不好 要是天气再好点就更完美了 又进了另外一个村子 这是个渔村 那边不行啊 我们又跑到这边这条路上来了 这边能看到大海 那边看不着 密密麻麻的小螃蟹 那个是什么 螃蟹 蓝色螃蟹 我下去 蓝色螃蟹 我下去 哪个是蓝色 我看能抓住干嘛 你不要躲好不好 我抓一下 在干嘛在干嘛在干嘛 等一下 等一下 不要动 失败了 看这个小螃蟹 张牙舞爪 非常的嚣张 非常的嚣张 这个摊土上还有小鱼 你看 它用旗走路 我第一次见到这种鱼 它就是不往水里游 它就是爬爬爬 还挺有意思的 这个 看到没有 这个是个头比较大的螃蟹 就更嚣张了 横行霸道 这个地方是一片贪陀 它晚上长潮的时候 可能就把这个片给淹了 然后 我们可以在这里看到大海 这片还挺大的 旁边就是一些树林 冰岛的无名小鱼村 就这么几户人家 看这些小船 就在这个小河道里 等它涨潮的时候 它应该就出入比较自如了 哎 那个有人在开船 看看 就这个人在开船的 来一个 就和踢箭子似的 哦 哦 哦 倒挂金钩 哦 哦 烈烈烈烈烈 哦 哦 其实刚刚他们这种运动 有点类似于 我们 古代的醋鞠 醋鞠其实也是一个 竹子的这种 这又有华文小鞠 这华文小鞠还真的不少 我们刚拐过玩来 在这边看到一个小骑士啊 逛一下逛一下 这种事情 鸡不可是食物再来啊 哦 这是什么东西啊 肉 是吧 这个看着挺好吃的 这边来点吧 不知道 这一看就挺好吃的 这小朋友非常的可爱 一块 多少钱 给了多少 七块 两袋才七块 一袋三块五 这么便宜啊 来 我感觉像豆腐 鱼吗 三块钱一份 三块钱一份 对对 三块钱四块五 这么多 能不能密克思一下 他给了你一块的 给一块的 你说一 他就以为是一块了 一块 哦 你给 我就说你给了个一 他就以为是一块了 那就是 那又吃点吧 那又吃点尝尝 这什么 一块一块钱 对 这四根才一块 四根一块钱 神奇哦 刚刚好 我们也吃不了那么多嘛 尝尝 这什么东西 鱼根 应该是跟米粉混合一起的 这个东西看着就好吃 有点像面团 但是它里边是有肉的 嗯 然后嚼起来 很有劲道 哇 这么一大袋子 这么一大袋子才两块马币 一起穿那有糟米的 这个是两糟米的 这是一桶的一个 这个是糟米的 哦 哎 我觉得我们就要一个这个这个密克吃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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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土豆鱼酱饭 这个是番茄鱼酱饭 哦哦 饭 啊 番茄鱼酱饭 也一样的 椰浆饭 椰浆饭 对对对 番茄的味道 有番茄的味道 可以来一个 这个牛肉丸有 有小的有牛粒 然后炒了两粒 哦 哦 这个是沙爹 沙爹 鸡的一块钱 哦 鸡的一块钱 肉的是快快二 哦 那也很便宜 很便宜 牛肉的 哦 哦 这里有卖饼子的 这个是沙拉拔 沙拉拔是那个 那好像一个印尼的那个饼干的 饼 饼的 哦 印尼的一种饼子 椰浆饼有点像 它是 它是用那个米粉做的 嗯 然后才放一个特别的酱料给你 给你蘸 哦 这个是一块钱 这个是卖的衣服啊 特别一顿衣服 我衣服居然这么便宜啊 因为这个是好像他们有些是那个他们有些找人家退休的还是衣服啊不能穿了的 他们就拿来连到卖去的连到就是说就是就低价的卖照给你啊二手二手的二手的 他们可以穿 他已经洗干净了的 嗯 但是给东西的马来人 这边农民啊 嗯 来穿这样这样子的去农场做工 哦 他们穿这样子的 这样子做工 这美食 哇 好像米粉这样你看 对对对 对对 对对 一压哦 一压出来的 要特别一条的面 好像面 对 米粉一样 蒸好的 这是 就和就和米粉一样 嗯 7品3块钱 我天哪 要绿色的还是要白色的 都可以啊 你要个绿色的吧 要个绿色的吧 要个绿色的 这个挺好的 刚刚看到这个大哥介绍的这个挺好的 刚刚这个大哥人非常的好 给我们介绍的非常详细 他这会的话已经 因为马上要下雨了他也走了 我们再来个炸鸡 这个炸鸡太便宜了 他是下单元了 本来想说在这个夜市上吃点东西的 结果一看要下大雨了 我们就赶紧回去吧 但是一看现在这个情况 估计得躲一下了 这个雨下的非常的大 啊 尽量往前走吧 总的来说 呃 冰岛这个 骑摩托车环游这个路线啊 还是非常舒服的 但是 就是你的摩托车驾驶技术得有一定的保证 因为这边 首先山路比较多 其次 就是本地人啊 他开的非常快 骑摩托车 开车都非常快 有一定的危险性 然后第三点呢 就是他是左边行驶 靠左行驶 这点和我们的驾驶习惯有点不同 如果说这些都你都没有问题的话 幻安 但是这还不是最美的 登登登 看这边 这边是冰岛的西边 可以看日落 但是今天天气不太好 云太多了 太阳好像已经下山了 啥都看不到 这个这个山路 挖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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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挖 都都都都来都去 路过一个水库 这个水库的话 是冰城 冰岛这边最大的一个水库了 这边水资源还是非常丰富的 如果说天晴的话 这边应该挺好看的 但是这会儿的话 下雨啊 就是阴天 我都湿透了 湿透了 看到没有 所以说我们要赶紧回去了 好像到海边了 这边的海滩不行 没什么人 估计是因为有礁石吧 那里有个不知道是什么动物 是海狮吗 还是海狮吗 还是海狮看不清 过来了 这是啥 他也不怕人吗 不是 他是陆地的 不是那个海里的 是什么动物 不懂 蜥蜴 有点像是蜴蜴 蜴蜴 然后正圈圈 开大 拉屎了 一天到晚都在塞车的冰城 勇敢小哥 还得是外卖小哥 终于回到城去了 终于回到城去了 晚上这个冰城还挺繁华的 我们现在就回到住的地方去了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说喜欢我们的节目呢 请一定要记得关注点赞啊 谢谢大家